由全國人大制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的香港的國安法 是6月30號在香港實施的 現在已經超過4個月 香港市民各位朋友見到的 是香港已經恢復了穩定 而且已經沒有看到很大型的一些暴力的事件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國安法是非常有效的 它是有一個政協的作用 國家制定香港的國安法的目標 是防範制止侵犯 所以防範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了這個穩定的環境 我們就可以聚焦經濟的發展 改善民生 這個也是為什麼我選在這個時候 就來北京跟相關的部會去探討 我們香港未來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在哪些範疇 可以得到中央的進一步的支持 我留意到在五中全會 通過一個有關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2013年年的預案檢目標 裡面有關港澳這一段 應該是第五十七段 裡面也是先說這個香港澳門 我們必須要是準確的全面的貫徹一國兩制 也要確保國家的安全 國家的發展利益 所以未來要談經濟的發展 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而香港的國安法 就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很堅定的基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